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 苹果逆势上涨3.16% 凤凰网科技讯北京时间12月1日消息 由于投资者担忧奥密克荣变异株的影响 今天美股大跌 但苹果逆势而涨 常规交易中涨5.06美元 涨幅为3.16% 报收于165.3美元 在大盘科技股中表现突出 这表明在市场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 投资者将它看成避风港 投资公司逆等分析师劳瓦马丁 向CNBC表示 投资者买进苹果的原因是 它有着惊人的现金流 能抵御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 人们会买进能抵御市场不确定性的优质股票 他们不会破产 不会陷入财务困境 同样的原因 其他大盘科技股的跌幅 普遍小于小公司 马丁称 苹果将推出包括AR眼镜在内的新产品 推动未来的增长 有迹象显示 包括iPhone破路手机在内的苹果 当前产品相当畅销 可能推动12月份季度业绩的增长 零售行业的数据显示 苹果产品销售很好 平板电脑和高端iPhone型号 将推高苹果今年第四季度的营收和利润率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